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由于现在是君子兰的快速生长期 那么我们在养护的时候都会给它吸收一些充足的光照 但是我们给它光照的时候一定摆放的位置要正确 这样的话才能避免君子兰叶片出现趋歪八扭的现象 给大家看一下,像我这一盆君子兰的叶片 都已经夹满了这些调整型的夹子 还有这些纸皮 就是在养护的时候它照射的光照摆放的位置没有太注意 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叶片出现了歪进歪出的情况 如果光照直接照射到面前来的话 那么我们的君子兰应该摆放的位置是这样子给它摆放 君子兰的叶片就会随着这个光照来生长 它就不会出现扭进扭出的这样子 正是对面的照射的话 那么这些嫩的叶片它的趋光性比较强 它很容易就歪到一边生长 这样的话它整个株形就不好看了 给它照射了几天之外 又给它旋转180度向这边生长 那么这个叶片它生长得比较整直 就不会出现这个叶片生长得一边大一边小的情况了 还有我们给它光照就是能够让它进行光合作用 那么我们再给它浇水或者是喷洒页面的时候 可以在水里面加入这一料1m均原润 就是1比1000的比例吸水 一次性把它浇透 这个水我们可以装到喷壶里面 给它喷洒页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这个页面进行光合作用 能让它继续更多的光合产物 让这个植株更加卷壮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